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炼, 欢迎来到今天的炼仔点看 首先和各位观众说声不好意思 这一集是2月7号出, 但实际上是2月5号的凌晨录音 因为2月7号的时候, 我就获邀和立法会议员上到内地去考察一些地方 我不知道2月7号的时候会不会拍片, 又或者有些照片给大家看 不过我能够说定的就是, 和我一起上去内地的人, 个个都升纲纲纲的 我绝对是比下去那个, 所以都很感恩自己有一个机会获邀去内地 由于有见及此, 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话题, 当然就不贴近时事了 说一些万金油话题 跟大家说一下, 5个的坏习惯, 究竟怎样令自己过得越来越差 甚至乎是令自己本身有的运气都消磨抬尽 由于井仔我以前都经历过低谷, 所以有些坏习惯我以前都有 亦有一个坏习惯是说我现在都有 亦可以结合一些自身的经历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隔离的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看了第一个坏习惯先, 叫做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即是愈来愈懒 什么事情都不想, 踢一踢才动一动, 最喜欢就躺在梳化那里 其实我以前都很喜欢的, 不过由于现在真的太忙了 连睡觉都没时间都要录音的时候 我很明白的, 因为我以前都真的这样经历过几年时间 当一个人完全不移动的时候, 很容易变废 还有之前都和大家说过一个火炉的理论 只要你个人你的脑是保持着恒温去移动的话 有时候就算你给少了燃料都不要緊 即是你个人这个火炉仍然会继续移动, 长消长有 但是一旦你个人懒惰了下来, 你要再烧气的人 你就要额外付出很多的能源才能够摊着脑子 要付出就当然没人想的了 所以就是说, 其实无论是YouTube的演算法也好 还是我们做人也好, 人当然是要休息 但是你一旦选择过长时间休息的话 就很难, 继续重新充能去继续充就比较困难 所以为什么经常都和各位强调, 劳日结合的重要性 即是你要努力去做事, 然后中间再休息, 然后再努力去做事 总好过就是说, 你拼命去做事之后再长时间休息 因为这样做的话, 你个人的状态很难去调整 而且如果一个人真的什么都不做的话 是真的运气会消失的 除了一些极少数的例子 例如说你突然之间睡醒继承遗产的时候 这些没得好说, 除了这些极端例子之外 我用一些正常少少的生活例子去跟大家说 那你就明白什么叫做所谓的运气了 例如说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 然后收工之后就什么都不理了, 回家睡觉了 这里不是说一定叫你很大爱要做移工 但如果你有培育自己的兴趣 去行山, 游泳, 做蛋糕, 什么都好 如果你愿意是多动一点的话 随时就是说, 你人生会有更加多你想象不到的收获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有些人的兴趣是钓鱼 收工之后放假就去钓鱼 接着就认识了不同的朋友 然后去到有一天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原来你钓鱼的朋友可以帮到你的 再加上, 原来大家是因为钓鱼所认识 所以他就对你没有戒心 接着你才知道, 可能人家原来是大老板 又或者是高层, 他可以帮你 东家不打, 来我那里打 好了, 到时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好玩 解决了一个事业上的问题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不是拥有自己的兴趣 而你又去主动认识一帮朋友 大家认识完之后再有交流 人家又怎会好地地去帮你呢 所以有时候, 你以为单纯的运气好 其实就未必的 是说你人生当中 你在一些不知不觉的地方付出了之后 然后你就收成了一个正果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有时候你经常去帮人的时候 你的好运就会来 因为有时候就是 你帮人, 人家见你落难的时候再帮你 又或者是 当其他人见到你这么愿意去帮人的时候 有一天你落难, 就算那个人没有受过你的恩惠也好 他都愿意伸出援手去帮你一把 再不是就是说 当你落难的时候 原来大家见到你的人品都不错的时候 就不会选择去踩你两脚 所以你问我, 我是相信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做的话 就算你是走运也好 你的运气也会消失残尽 好了, 接着就去到第二个话题 不是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习惯 叫做 拖得一天是一天 简单来说就是 得过且过 做事没斗志 做事情就很喜欢拖拖拉拉 想着拖得一天 人家不吹我就不动 很多时是要去到截止日期之前一天才讲功 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 拖延病这件事我以前都会 因为以前无所事事, 你没什么做 拖得一天就只有一天 反正自己又不重要 又不会有重要事情出现 但是现在我就不会这样说 因为当一个人开始上轨道 开始忙的时候 是真的每天都有很多排山倒海的事情要做 还有有时候就是说 你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有空你不做 但是你是否能够确保你明天必然有空呢 不一定的 如果你真是一个被社会需要的人 可能是随时明天又会有些突如其来的事情 那你做不做好呢 如果你说拖得一天就只有一天 你会不会是间接令到自己可能失去了其他呢 去和人社会 甚至乎是叫做发展的机会 我继续用我去做例子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国安法考试那里 又要考试又要写文又要拍片 那我其实已经搞定了 但是我那种搞定了 我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要拖到最后那天才做 我是说我会看一看自己时间表 然后计好了 例如就说 哪一天我晚上八点吃完饭之后有空 例如说 找了书先 好了 接着第二天就写文 接着第三天就拍片 即我拍片前前后后都用了两天 因为我拍关于国安法的影片 跟平时这一类的影片不同 所以做的功夫会比较多 因为我计算到自己就是说 如果有起事上来 是可以特别多突发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一有空的时间 就将些东西尽快做了先 如果不是两样东西夹在一起 你就真的到头不到岸了 还有有时候可能每件事都不同 但是好像我这些 例如说你要昨晚你要拍片 那其实这些属于创作的东西 我是要静下心 相对地来说 那些文稿才会打得漂亮的 那如果你说 叫我一天出四五条片 一定出到的 那不过你这样逼我 我会粗制濫造的 到其实这条片很多废话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有时候你想件事做得到 并且做得好的话 不要那么逼自己 不要说用时间压力去逼自己 因为通常时间压力逼出来的货 或者有时候幸运你会出到一两件好货 但是绝大多数都未必做到一件好的事 因为你为了说头说命 很多时候就会放弃了质量 或者会比较多的脱漏在这里 好了 接着再看第三个坏习惯 叫做三分钟热度 喜欢接触新的事物 每一次开始的时候 就总是会拼劲十足 但后来发现问题的时候 就想放弃了 会觉得很无聊 有些摆烂 接着最喜欢就是为自己去找理由开脱 就说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不坚持这件事 结果搞到样样东西 就三分钟热度 就导致做什么都很难成功 在这里忍不住 真的想分享多一点自己初时拍片的经历 因为如果我拍片是用三分钟热度的话 其实我就应该玩完的了 应该是说可能拍了两个月都没起色 都还是80-200订阅的时候 索性不拍了 但幸运当时我就没有选择三分钟热度 坚持了半年拍片 接着就开始慢慢 由几千收入 接着去到一个正常打工仔的收入 然后就可以继续努力下去 那大家要知道 其实最开初那段时间 真的很难熬 因为是说 半年时间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 还要是说 半年时间 我当时就每天一条片 而且片都很短的 但是 都慶幸自己有坚持下去 然后慢慢由几百个观众 去到几千个观众 甚至乎去到几万个观众 都真的说 是透过并非三分钟热度 就算一样东西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是我都坚持下去 最后就变成成功 还有 为什么做人不好三分钟热度 你找到一样合适自己 又或者你真的发挥得给人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坚持下去 因为人活在世上 核心竞争力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核心竞争力高分的话 你其他方面 蠢点 低分点 都不要紧 例如说 一个人他读书好 然后他就做了 不要那么夸张 当他做了一个好的会计师 那这个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可能这个很厉害的会计师 他不懂煮食的 拿刀都傻傻傻傻弄自己 叫他弄一下水电 转一下螺丝又说不够力 拿个床头整个人震晒 又不知道怎么样 平时又开口夹着力 说话又得罪人 又不会看人眉头眼压 但是不要紧 你听到这个人很多缺点 你以为他是废柴 但是由于他有自己核心竞争力 他懂会计 他是一个高级会计师 他一定饿不死自己 但是如果一个人 你对所有东西所有领域 都只有三分钟热度的话 或者你会成为一个百足多爪 每一样东西都会计少少的人 但是正如李小龙所说 他不怕一个是计一千种武术的敌人 但是李小龙是会担心一个 将一种武术练习了一千次的对手 所以大家知道 当你用自己的专注时间 放进其中一样东西里 而你又真是努力能够捱到下去 你所获得的成就是一定不会差的 就算不说读书都好 就像我这样 我现在都是只剩下嘴巴 但是由于坚持 所以就令到这一样东西 成为了我的核心竞争力 我都知道自己其他核心竞争力其实很低 但是如果你经历过 经历人生低谷的话 就真的不妨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什么好做 你去找一样合适自己的东西 去坚持长期去做 是真心 作为过来人来说 随时是会在你人生当中 有想象不到的大收获 我举一些更加夸张的例子 例如说摘纸摘纸飞机 又或者用纸摘纸去摘些不同的动物出来 你都可能会说摘纸怎么找到吃的 靠摘纸摘纸吃就饿死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不断每日去摘纸 和你不是拿楼摊的 希望能够完全去改进自己的话 例如说你用十年去摘纸 当你成为了全香港第一摘纸高手的时候 参考一些外国的例子 有些外国的艺术家 他们可能摘了一只紫青蛙出来 有钱人都说 可能用几万元去买一只 即是等于你普通人做一两个月的人工 但是如果你只有三分钟热度 你只是摘了一只 可能普普通通用纸的青蛙出来之后 你就放弃了 不再转研这门手艺的话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只懂得摘纸 但是高不成低不就 又不能够将它成为谋生技能的一个 你放在这里 在危急的时候都救不到你的一样技能 即是哪怕就是说 你不需要全球第一 例如说我是香港No.1的摘纸大师 只要你开始有个名字 你的功架别人不容易模仿和学习的时候 哪怕就是说 你自己开个网台去拍一些片 可能随时几十万人看 又或者我开班去教人这些技术的时候 你都绝对可以养活到自己 又或者你说我写字好样衰 所以我想练习自己写字 最后你用二十年时间写到一首靓字的时候 随时大把人请你去代笔 又或者请你去写辉春 即席辉豪 但是如果你说我只是坚持三分钟热度 去练一下一首字 那你就永远高不成低不就 所以有时候你愿意用一样东西 你花费自己十年二十年时间的话 你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得去哪里 哪怕你说是做清洁洗厕所的 如果你用二十年时间做清洁 当然你会跟我说 街边洗厕所的人 大把人写了二十年十几年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愿意去成为最精益求精去清洁的 例如说 你熟到就是说 每一个马桶的牌子型号你都知道 它们用什么材质你都知道 接着再自己深化去学习就是说 清洁这个马桶用哪只酸 用哪只简易就是最好最干净的 接着遇到不同类型的污垢 接着在这种财质如何做得最好 而不是单纯洗了二十年马桶 洗完就算 不是这种 是真的说 有坚持有热成有热度 以及会逼自己进步的话 哪怕是洗厕所 如果你真的专业到我刚才说的那种地步的话 我敢说 大把人愿意出十几万给你洗厕所 接着再去到下一个坏习惯 叫做自控能力差 本来就有红心壮志想着告别从前 但是想着想着又开始懒散了 当没人看着的时候更加就会失控 接着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想做 但是就会用很多时间去想 几乎就很少去做 结果时间是一分一秒地流失了 自制能力这一样东西 其实真是人性的天敌 每一个人都很渴望就是说舒服 将来怎么办到时再算 但是往往在社会能够获得成功的人 他们是能够抗拒眼前的舒服 然后主动去吃苦 就是这样说 就是叫做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自愿入地狱的人 其实能够拥有这种自制能力和心态的人 很反人类的 但是往往能够成功的人就是这些小数 因为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够反人类 反人类的天性就愿意主动去吃苦 主动去进步 其实刚才说的自制能力差 和刚才那些什么三分钟热度 拖得一天就一天 什么都不想做 其实全部都是指向着同一样东西 究竟你愿不愿意放弃现时的享乐 选择去动多些 选择去接触多些 选择去接触多些苦 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 都没有确实回报 又不是说我现在做些什么就有三个水 有我就做咯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 可能你去练习截止三个小时 都不会有人给你钱 就好像大家踢球 你有个球你下街踢都行 但是为什么美斯能够收我们香港政府几千万去踢球 因为人家除了有天分之外 人家努力去练习球技 所以就是说 他小子练习截力的时候 他没有钱收的 但是去到现在 他拥有自己超级无敌 强劲核心竞争力的时候 哪怕就是说他练习截力 你想看他练习截力 都麻烦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在香港练习截力 但如果你真是踢球天才的话,可能就是轮到你去英超那里踢球,到其时可能你就是什么周身又不知多少十万美金那些人咯 所以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会这样说,千万不要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因为不会有这一日的 往往就是说你去坚持一样东西你才见到希望,就是好像过去的我,就是因为坚持那时候做的东西,然后直到现在我就见到希望咯 甚至乎就是说在这一条路上有你陪着我,然后我也都认识了一个韩国业的朋友,甚至乎就是说 今天就是2月7号的时候,哇,井仔和立法会议员一起回到内地咯,是不是咯?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怎么会遇到,哎,原来我头半年的时候,可以好像现在那样,哇,还要获腰上去内地咯 那不是这样的嘛,就是因为日日夜夜都不是那么休息,努力去做的时候,然后慢慢慢慢的机会就会自己来的了 但是过程是煎熬的,过程是辛苦的,所以就这一样东西是要坚持的,但是最起码我不是跟你吹水,我就是一个人板在这里 那如果你说你看了我三年的话,那你是完全见证着过程咯,是不是咯? 那去到第五个坏习惯,那叫做总是抱怨,那当生活当中有些不如意的事情,那就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习惯去怪责人家,负能量爆棚的 不检讨自己就令到自己没有进步机会,那你原本的好运也都被你自己消耗了 其实关于负能量爆棚这一样东西,我以前都是负能量极度爆棚的,所以特别在我在最低谷的时候,确实就有很多人离我而去,因为那时候负能量爆棚 直至到我现在,其实你问我,我都有一些自私,如果我见到有些人负能量爆棚,如果他不是有些很特别的因素吸引我,又或者就是说我们以前是适于微视,你落难帮过我的话 我是很难去同一个陌生而且负能量爆棚的人,尝试去把他拖出泥坦那里,所以我自己就很感恩,在我最负能量爆棚的时候,我都还有另外一班人 所以到现在的时候,我是很珍惜那一班朋友的 好了,不说负能量那些,大家都明白的,如果你生活中遇到一个经常抱怨的人,你都会离开他,是不是? 你多一个朋友离开了你,变相你将来的机缘巧合又会再少了一个 当你没有朋友的时候,你自然就什么机会都不会有,是不是? 好了,继续说回总是抱怨这一样东西 这个也是我现时仍然在中招的一样东西 特别是以前,各位观众经常都见到我会去麻冤就说 为什么我没有背景啊?为什么我没有水喉啊?为什么我不早点出来拍片啊? 为什么别人这么笨都可以多订阅过我? 为什么那个又这么废啊?为什么他又可以成功啊? 为什么明明我打稿这么厉害? 其他人不打稿,乱说,那些东西又乱来的,别人都可以成功啊? 我是经常抱怨的,是不是? 不过近日我都遇到很多好的观众,无论是请我吃饭的时候,又或者是WhatsApp, WeChat我的时候 都有很认真去提醒我,希望我去改善一下自己这一方面的流集啦 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发现,除了我刚才举例子就没办法啦 但其实呢,在这几个月呢,我去埋怨自己,埋怨他人的情况呢,其实已经少了啦 还有呢,我以前呢,我知道的,有时候呢,我是经常去提及某一个网台啦 但今次这条片呢,真的不是攻击他啊,我是说,综合了大多的网台去说的 就是我以前呢,是会埋怨了很多是所有的,总之你订阅多过我的行家啦 接着呢,就会在别人的身上去找出他不足于我的地方 接着我就会埋怨就说,为什么我这方面好过他,但是我又衰过他 为什么我担心他那么多,但是我又没有他那么有知名度啊 这种的埋怨是什么都有的,但是啦 当我开始不埋怨默默奸魂的时候,逐步逐步走呢 接着就发现,咦,原来当初可能一些我埋怨的对象呢 我都已经超越了别人了啦,都是那句啦,我不是说某个网台啊 是真的说我一步一脚印走下来遇到的所有人,一些我眼见到的其他网台 甚至乎有时候就是说,我将我过往埋怨的东西 现在是变成我的自豪啦 即是例如说,我会去埋怨,为什么别人有三四个人呢 一起帮他做事,那他轻松啦 接着现在我会自豪地说,我能够一个人可以顶到别人三四个人的工作啦 所以有时候埋怨这一件事,都要看看你是用一个正能量的方式去处理 还是用一个负能量的方式去处理 而且我以前也有段时间录音的时候,负能量比较严重的 因为怨气比较重,真的妒忌到别人不得了 所以那时候说话的怨气,有些比较敏感的观众都知道 不然他们也不会特意过来提我啦 特别是说,在2023年的上半年都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接着去年的下半年,我开始发觉我陆陆续续有修炼 不过,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我 由于我自己都经历过埋怨这一件事 所以我会明白的,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埋怨 因为真的有些很绝望的事实拿出来 而且是说,我真的这样去说,你们没有人博取我的嘛 但是,既然有些绝望的事实出现了 有些少少埋怨,有时候真的不重要 但是,不要让埋怨成为自己的拖累 有时候就是说,没错的,人生有很多负能量 但是你都要去想,怎样可以将负能量变上去吹谷自己 例如说,我好埋怨别人,你倒不如就是说 你试下去超越别人,去跨过别人的时候 如果你一个人已经比别人三个人 那你还会不会去埋怨一个比起自己更弱的人呢?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这种心态 虽然你说,都是有些负面的了 但是,理论上就可以成为了我一个动力 是谷了我个人呢? 为什么就是说,现在都晚上11点半了 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录音呢? 例如说,我去古日回大陆? 那不如就给个藉口自己不拍片吧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凌晨在这里录音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知道我每拍小一条片 就代表了我要去追赶别人的步伐 液水行舟,不进质退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努力呢? 总之就是,很多事情做人的话 其实全部都是违勤事案的 你越是努力,就算暂时见不到希望也好 但是将来,或迟或早 之后就真的看运气了 可能你要五年就看到希望 可能你要三年就看到希望 我是确信自己,真是很幸运那班 因为我是坚持一样东西 我半年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希望了 然后一有希望的时候 你个人做下去就更加爽了 然后更爽的时候,希望又更加大 然后再做下去的时候就更爽了 到时就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但是如果我还是坐在这里怨天游人 每天坐在这里,港安医院 以前就害到我这样 我终有一天就踢爆你了,港安医院 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这样说 你都不看我,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要成功努力和正能量缺一不可 如果你现在处于人生低谷的话 那很多谢你听到来这里 也都很希望你可以和我一样 将来有一天可以跨过自己的低谷 甚至乎会发现原来人生这么美好 原来自己不知不觉跨过很多座大山 好了,有点长气,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希望各位观众祝我旅途愉快 而且在时间方面 我应该是六点半就会回到香港 但是应该要去到八点才能够回到新浦江 所以2月7日我随时是夜晚九点多有片出都没顶 但是这一样东西我不敢写包单 因为变数太大了 所以可能这一条片是今天最后一条片 又或者再去到深夜 可能九点十点 会再有新片都不敢保证的 有些什么呢 我会在YouTube社群那里 尽早去和各位观众交代的 好了,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对于这些慢金油话题 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给多一点意见我 也希望转介给朋友看看 好了,来到这里了,拜拜